我有讲我在中国的最好笑的时刻 有一次我在中国上中文课 那个时候我们班就 我和一个加拿大老叔叔 他应该有四十到五十多岁 那个时候我们老师让我们念一些 可以随便舞的词 比如报纸毕业标准财产这种词 这些词是没有那么难的 都是平常都会用到的一些词 到了年跳舞 我的那个加拿大同学 你猜他怎么念这个词 他说蹦迪 我和我老师一听到他说这个 我们都大笑起来了 我们都没想到他会说这个词 太突然了 我们都笑了二十多秒 都是那种笑的不空着的那种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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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